嗨!大家好我是Sherry 目前在Coffee Lovers Planet就職 今年很榮幸可以獲得2019年的台灣衝組賽冠軍 然後是世界賽的第五名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介紹我的一些比賽的一些內容 跟大家要如何準備比賽 那在台灣的衝組賽是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指定衝組 然後另外一種是自選衝組 在指定衝組的部分呢 就是每個人都是大會指定好的 磨豆機、咖啡豆、水質 就這三個部分大家都是一樣的起跑點 之後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你自己想要的衝組方式 然後指定衝組的部分呢 準備時間是8分鐘 然後正式比賽的時間是7分鐘 所以在你的準備期間呢 指定衝組的部分 可以先磨豆子啊 然後可以先杯測啊 然後你也可以先篩粉啊、篩豆啊 這些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在這個準備時間8分鐘裡面完成 那接下來這7分鐘的時間呢 你要沖煮三杯咖啡 獨立出來的咖啡 不是一支然後分三杯 那第二種呢就是自選衝組 自選衝組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磨豆機 什麼樣的豆子 還有你想要什麼樣的衝組 參數還有水質 自選衝組的部分正式準備的時間是10分鐘 你也是需要給3杯 但是你前面會做3個評審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需要有給他們一些服務上的部分 就是顧客服務還有跟他們之間的連結 那評分表的部分呢就是分為幾大項 有香氣、風味、魚韻、酸質、Aftertaste 還有Overall這幾個部分 台灣賽的規則跟世界賽的規則 評分的標準其實是差不多一樣的 但是我們會有一些小小的變動 像例如說在台灣賽的時候 它會有規定你的台面的高度 會是多少到多少公分 那在世界賽的時候它台面的高度的range 就會跟台灣賽不太一樣 那當然就是你必須還是要找你自己 不同的桌子然後來訓練你自己的衝組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適應你是多高 而是你要去想辦法在不同的環境下 如何做好你這一杯咖啡 對我來說比賽對於咖啡室的意義呢 我覺得是顧客跟咖啡室之間 這中間的隔閡是會變得比較小的 我可以更了解在顧客的這個角度 他需要什麼樣的咖啡 因為對於咖啡室來講 沖咖啡好喝呢 是一個自己表現自己專業的態度 但是對於一個顧客來消費 為什麼要來跟你買這杯咖啡 那你要如何讓他跟你有一些互動跟連結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賽 我對於比賽最看重的意義 如果想要更了解 咖啡的比賽到底在做什麼呢 你可以來找我 我在Coffee Lovers Planet新竹店 很開心為你服務 那如果想要喝到我沖的咖啡 也可以來這邊來找我 那我們今天的硬拍90秒就到這邊囉 掰掰